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为年轻型乳癌的患者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会面临到 除了可能化疗放疗之外 像希姨你是六次化疗之后 就要进行切除手术 你那时候听到 很震惊跟挣扎的过程 因为我有问医师 我就说 医师我有看到有人就是 有部分切除 那是不是会部分切除还怎么样 然后他就很冷静的告诉我说 因为你右边有三颗肿瘤 所以我说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我右边是 单侧多发性的乳癌 那有三颗的话 那就是全切 因为我的部位 又很靠近乳头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叹了一口气之后 就只能接受它 所以我当下 其实我也是蛮紧张的 然后也有问医师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因为我左边有纤维腺瘤 那我是不是可以 一起切一切算了 想是预劳永逸吗 对一起重建 不要让他有复发的机会 因为像我姑姑就是 八年后复发 她就告诉我说 很辛苦很痛苦 所以我就有问医师 可是医师是 目前是她是不建议我这么做 所以那时候切除 你先怎么讲 然后她有没有 就是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 我觉得像我先生 当然是会鼓励我说 没关系 就是大小不重要 她觉得健康重要 所以她会跟外科医师 站的是一样立场 觉得说不好的东西就是切掉 那这方面她还蛮尊重我的 因为她觉得毕竟是我的身体 如果她今天左右了我 会不会我后悔 或是有一天我觉得怪她什么的 她也会觉得说 她也很为难 但是她当然是希望健康的老婆为主 所以我们对于切除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次 她就是尊重我意见 那我们的意见还是会以到时候 六次做完会照超音波嘛 会看所有的影像 确认到底还有没有癌细胞 然后再去做怎么样子的更动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听医生的话 好 真的是一个很乖的病人 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医师了 因为很多病人 其实会问你一件事就是 如果她是你太太 你会怎么建议 对不对 你是不是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老师曾经讲过说 她的太太不晓得已经被人家 当过多少次乳癌病人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在建议病人说 她要全切或部分切的时候 当然肿瘤本身的大小 她的位置 因为我们通常局部切除是说 希望能够在手术完之后 还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外观 所以这个跟病人本身的体态 跟她肿瘤的位置大小会有相关 那全切的话是绝对 对我们的意思来讲 治疗是最没有负担的 因为你就把它拿得很干净 你就不用 不会被人家讲说 你是不是开刀给我拿得不干净或怎么样 但是以我们现在治疗的来讲 只要我们在手术上的标本 切下来边边没有乳癌细胞的话 这样就是足够的 所以我在通常我是 当然是会尊重病人的意见 但是我会跟她讲说我建议什么 像譬如说如果说一个比较侧边 相对来讲比较小的肿瘤的时候 我就会建议说 这个其实大部分人会选择局部切就好 我大概通常是跟病人讲说 大部分人会怎样 大部分人会怎样选择的时候 他比较有安全感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选择的时候 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跟他讲说 确实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大家在人群当中就比较有归属感 那你有没有被问过那种预防性切除 还有你看国外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 预防性切除在目前来讲 除非说像我们这位女星 安静尼雅琼 她有基因突变 尤其是BRCA1BRCA2 这两个基因有突变的时候 因为他中期一生等乳癌的几率 会40%到60% 所以这才会比较有预防性切除的角色 那这个之外的话 对策的预防性切除 比较是因为病人本身比较焦虑 才比较会去 因为如果让他一直都生活在 那个恐惧焦虑当中 事实上对他的生活来讲 也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 但是这个就是不是马上去决定的 这样子我们通常的处理方式 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研究来看的话 存活率全切有比较好吗 以这边来看 其实两个比较起来是差不多的 所以应该还是要看自己的状况 然后一般的医师都告诉你 就是治疗 治疗有发生癌症的内侧就好了 那在心情或者那一段决定的过程 到底还要有哪些考量 或有哪些人可以帮忙 你知道当欣怡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其实我大概在跟欣怡 差不多同个时 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有乳房纤维囊中 所以我其实有规则在追踪 那因为我之前生完小孩 然后哺乳后 其实大概拖了两年没有追踪 某一天有个声音就让我叫到 这个诊监来追踪 那其实我跟欣怡面临到 一样的关卡 只是我比较幸运 最后我的答案是良性的 所以她的想过的过程 我也想过 所以这一题我来回答 我觉得我确实是 自己有身心经历过 就是我当时也是医生 跟我说要切片 所以切片这个字 在做病理组织 就代表它一定不是良性 可能有机会是恶性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我有真的 我比较负面 就我很容易会把所有可能性想过去 所以我甚至想到了说 如果我真的 这个是肿瘤 我必须要做到切除的时候 我该面对什么 那我其实这个问题想了一下 我可以给观众朋友 如果你将要面对到这个问题的话 两个状态 第一个就是 其实乳房是女孩子的 一个重要的性别表征 也就是说 当你切除了乳房的时候 确实会让你的自我认同感 产生一种很大的地震 它是一个很大的地震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从 两个层面 去好好的跟自己达成和解 然后你再下这个决定 我觉得你比较不会后悔 你可以去找你觉得 谁讲了你其实会受伤 会摧毁你的自我认同感 那个人我觉得很重要 你就好好跟他聊 也希望他诚实告诉你 那第二个步骤是 其实说真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 当然简单来讲 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都建议你好好的 跟下一个人就是医生 你却了解说 像比如说刚刚医生就有提到 你的可能双边的切除 并不会造成 整整个存活率的改变很多 所以你是不是要做这个决定 是否正确 跟它是否对健康 是长久上有帮助 当这两个心理关卡 你都一起过去之后 你跟你自己身体 达成一个和解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 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会有一点改变 但这改变 你已经都准备好了 这时候我相信 你有足够的勇气 去做出下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决定通常 比较不容易后悔 好 所以确实是需要 思考到这些层面 那么我们还要请王老师 从饮食上告诉我们 一些抗发炎食物 王老师今天准备的是 抗癌食物 羽衣甘蓝 对 超级绿色素菜 就是羽衣甘蓝 另外还有一个超级芽菜 这个就是青花椰苗 现在大家都可以 查到很多营养 就是在抗癌方面 它有非常多的 像寒流化物 就像我们吃青花椰菜 这是花椰苗 花椰菜里面的 寒流化物非常高 效率 我觉得要效率 就是说营养密度要高一点 这个大概 在文献上面 他们我查有一些 医学大学他们做了研究 大概一周吃25公克 就可以达到抗癌的效果 25公克其实大概就是 大概这样的 一周 但是这样相对于 你可以要吃500公克的青花椰菜 所以青花椰菜变成要买三大粒 效率会比较高 了解 那羽衣甘蓝当然是这阵子 也不是这阵子 其实自古以来 这个罗马时代都在吃 只是说在吃上面 我建议大家 如果是癌症患者 你要特别小心 洗干净或者是你买 当然安全无毒的 有机的食材 我会建议你还可以做个动作 因为芽菜的话 通常现在种植芽菜 都是非常安全的 都是几乎都在 所谓的无菌室里面栽种 所以基本上清洗一下就好 那水果 当然苹果 今天准备一颗 那可以连皮 那凤梨也是 这干净的我就不烫水 所以你可以准备 一壶热的开水 就是把它烫一下 水要倒出来 对 要倒出来 就烧开的 所以你不要去烫 不用去煮 因为煮了你会破坏 很多它的营养成分 这籍化素 所以只要稍微盖过它10秒钟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就是说这个部分 你需要稍微杀菌的东西 尤其是如果 你在做一些治疗的时候 你免疫力会比较低 你就需要做这个动作 如果当然你不放心的 你就稍微用水再烫 因为这样基本上 是绝对可以杀菌 因为你的热开水 大概超过90度以上 那你就把它这样倒 还有这样一个好处 你留下这样烫完 温温的对不对 等一下你打完的精力汤是热的 你就不会太寒凉了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 大概100公克的这个凤梨鱼 或者是奇异果 酵素比较多 那我会特别添加 像这个我们就不烫 这芽苗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 就不烫 那另外让营养均衡一点 我会加几个 目前在抗癌上面 也是非常有帮助 像这是姜黄粉 也是平衡这个寒凉 那姜黄粉本身也有 抗氧化消炎的作用 我们大概一茶匙就可以了 另外我会加一片 带皮的柠檬 这个柠檬苦素也是 现在研究很多 那另外一个 在尤其是乳癌方面 现在发现除了黄豆制品以外 另外就是亚麻籽 你可以买亚麻粉或亚麻籽 像这个是亚麻籽 我是把它一天 它建议大概是一茶匙左右 亚麻籽 对 亚麻籽 那亚麻籽除了Omega 3 大二知道亚麻籽油 那这是新鲜的亚麻籽 我把它泡水 你看它剩纤味很多 这样滚滚沾沾的 那房间你也可以买到亚麻籽粉 那这是完全没有加工过的 就是变成这样 那有的人会说用亚麻籽油 那因为亚麻籽油 里面没有木分素 主要是要它的木分素 在研究里面发现 对乳癌有防御 那这个是三宝粉 那营养菌藤油 皮酱酱母 小麦胚芽 跟反凝脂 那也是一大匙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 用调理机 再加一点点水 我今天准备这个 大概是四个人的分量 而且感觉还蛮好喝的 因为有苹果跟凤梨 对 加调味 酸甜的口味 大概加500cc的水就可以了 好像蔬果汁 其实加上苹果凤梨之后就 味道会差很多 对不对 就好喝很多 就是尤其是凤梨 因为凤梨它可以让它的味道 切味把它改变掉 这就是一杯很棒的绿拿铁了 而且是超级的绿拿铁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它酵素很多 气泡很多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 所以这样打出来 其实喝起来是温温的 早上的时候可以喝的 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 对 早上一定要喝温的 不要喝冰的东西 好 我想问一下彭律师 因为我们提到乳癌 其实他很多人都说 他跟情绪有某一些关系 所以你说你都会开给病人逍遥伞 对 讲到这种情绪抑郁很闷 像逍遥伞 一听这个名字就会很逍遥 其实终于是从筋络的观点来看 因为整个乳房 它环绕的筋络就是胃筋 那乳头的部分就是主角因干筋 由下往上这样通过 所以肝筋 肝木刻 皮土 所以肝的这个重要性在皮位置上 如果经常会生气或是肝育 或是肝的排毒功能不佳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会影响到 身体这种毒素的排除 那消化室里面的当归 就是补血 河血 它其实就是滋阴 那柴壶 疏肝 白勺就是缓急止痛 那白竹是入皮位的 茯苓就是饱血 沥水 制干草它合中 加上薄荷可以把整个药气 是往上行 让你可以轻翘头目 比较舒服一点 才不会觉得脑中一直烧 然后一直想不开这样子 所以我会建议它 其实不分体质 是可以喝这个消耀扇的 所以一般如果大家 觉得压力大什么 也可以泡来喝 可以 可是千古民方 已经很多人都喝过 所以它算是一个蛮安全 就是一个药扇 男生可以喝吗 可以 逍遥 也需要逍遥一下 他来健康之后 老公情绪也是要一起 好 关于这个来看 很多SPA馆都在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把腋下的淋巴按开 什么之类的 做胸部按摩 到底真的需要吗 其实中医说按脚还更重要 稍后回来 我阿嬷88岁 瘦了20公斤 她就是靠这个方法瘦下来 我们遇到卡关的时候 其实只有两个方向 一就是吃得更少 二就是动得更多 但这个少到底要怎么少 多要怎么多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快来加入健康2.0YouTube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